阿嬤 我有時候看我媽媽那一代 跟我阿嬤那一代 跟我自己這一代 跟現在年輕這一代 為什麼以前的女人抗壓性那麼強 沒有辦法 我們獨立自主 等到抗壓性越不夠 他們抗壓性真的很強 我記得那個邱小妹妹 那個事件有沒有 然後不是因為她被 媽媽因為被打跑了 所以只好離開 那也沒有辦法 然後小孩就留給爸爸這樣子 然後看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媽媽就說 我們要走也要帶小孩走 可是因為有時候是 她那個是被搶回去的 對 不給嘛 不給這樣子 她說 然後她就說 我如果當初 為了我自己就把你們放下 你們今天不想要死幾次 她就看著新聞這樣講 我說媽我知道母親節快到了 今天有缺什麼 這個時代真是不一樣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它是這樣講 她說以前的人很少離婚 即便不幸福也很少離婚 對 如果先生死了 太太通常不會改嫁 但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意思說 時代演變是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說 那他們當年 物質條件更差的時候 他們怎麼撐過來 那個社會輿論的壓力 還有那個謀生的地方 真的是不多 因為是不多的時候 他們反而還撐過來 所以以前的女人 一般來講比較沒有地位 我那時候不習慣到 那些紅毛 如果婚嫁要逃走 逃走 你逃走 你逃走 你逃走人會看到 就逃走水堂 一邊放逃走 一邊放孩子 有時候孩子 如果愛的人就知道了 這樣逃走 這樣有辦法逃走 不然你走不去 可能 所以有時候 因為世間 我們在當年看了很多 這些女生 所以時代很可能 小燕姐 我再請問你 你會想生小孩嗎 不會 那你還是沒有人 可以分享你的成就 可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是一個 不會很想結婚的人 怎麼會想要生小孩 對啊 我只覺得兩個人開心就好 都不用負什麼責任 那也不會影響到 之後無辜的小朋友 你看他還是很怕 影響到無辜的小朋友 可是你可以回來 好好的照顧他 可是有時候 就是兩個人之間很難講 所以你怎麼知道 我覺得只要是離婚 就是對小孩就會很對不起 因為其實說真的 單親小孩難免 還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在健全的家庭成長 跟只有爸爸 我媽媽帶的小朋友 很多都不一樣 就心態上什麼都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因為你才離四歲 這個問題你才三年四歲 三年四歲才來考慮 我覺得你也經歷過更多 你一定可以有更多的體會 可是其實另外一個 我會擔心 不想結婚的點是 因為我覺得 現在還是會有人覺得要門當戶對 然後我很怕會有人 因為我沒有父母 然後就是會看不起 或者是就排斥什麼 傻瓜 現在最好的結婚就是 那天不是來賓誰講的嗎 有車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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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趟情況不佳 小甜甜甜 你這一點你倒不用這麼找 聽聽美人姐的話 我過期也是第一不結婚 第二一輩子不要小孩 現在也是結婚 二十三年他還有兩個小孩 所以有時候年紀大一點會轉念 而且你因為你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還沒有走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到那個時候你現在會擔心 你是因為擔心 等到家中的時候 我跟妳講 擋都擋不住 到時候是誰要小孩還不知道 一看醫師就你先給他懷孕 沒有辦法 不過我覺得小甜甜的事情 就會讓我想到育幼院的孩子 就是說有幾個特質 就是跟小甜甜真的很像 就是說會過度的討好長輩 像我育幼院的孩子只要看到女性 像看到我律師 當然是我一個醫護案件 他就會把我像當媽媽一樣的 就只要我看到他就手牽著手 律師阿姨你陪我走一走好嗎 然後如果人家叫說 可以了我們要回去育幼院 他說你這樣我再跟阿姨在一起 再久一點 然後有時候會心裡很孤獨的時候 他都很想跑出來找我 就你會看他對那個渴望 所以我不知道會有投射 然後第二個特質就是 會很過度的討好朋友 那個討好朋友的道已經超過了 因為我可能他失去 因為已經沒有依附關係了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還很怕人家對你好 因為怕對你好 萬一就沒有了 怎麼辦 對不對 就會發現有這樣 尚未得到就先怕失去 所以他不要得到 對 所以有人本來喜歡喝咖啡 可是超過三個禮拜 他決定借咖啡 你知道為什麼 他好怕他從此依賴這個東西 我一旦依賴了 有一天他沒有了 他就失去了 對 然後他覺得他沒有辦法接受 再一次的失去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對育幼院的孩子 只有一個想法 我要幫助的就是 告訴他怎麼繼續活下去 走這一條路 並不是說要提供多少的物質 而是說你怎麼樣很健康的 去面對未來 我覺得那是反而是最大的一個議題 我想有父母親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沒有父母親的傾向 怎麼去面對 這個是要需要一些外力來克服的 我不知道小天妮願不願意去接受 那樣子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專業人士 心理智商 對 對 我覺得那個可以跨過去 因為你有權利得到很幸福的未來 可是如果你那個跨不過去的話 會阻礙了 你追求幸福的 或者是造成很多的 這個不方便 或者是說耽誤 而且會變得比較負黑眠 什麼事情都會想得很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往壞處想 會 那小天妮你覺得你的性格是什麼 性格 我覺得好良很極端 就是我工作的時候會 就是會很開心什麼的 可是回到家的時候 又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就是 工作很開心 回到家是什麼 就是我就會覺得 我每天覺得我一回到家 就是空虛寂寞跟無聊 然後我就會 因為我會覺得找不到中心 然後可是朋友能夠 陪伴你的時間有限 而且我覺得你會變得 好容易相信別人 因為只要有人對你一點好 我就會覺得你是好人 我就會想要給你很多 不管是朋友也是 可是又很矛盾的就是 你又不是很容易 把所有的事情 都套心套腹的講出來 因為你很怕受傷 對 好奇怪 小天妮如果你什麼時候走出 跨出那一步很簡單 有一天你去參加婚禮 而且還上台致詞 所以他們很容易愛 然後下面都沒有丟東西 沒有虛擼的話 那你就成功了 沒有 他可以 因為我覺得他 他其實是願意給人家幸福的人 小天妮是願意的 你不會至始上說 婚姻都是個屁 我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 你應該不要害怕 尋求專業的一個幫忙 跟智商跟一個談 美國古城巴菲特 承認投資失敗做了蠢事 你的人生中 是否也曾經做了蠢事 那段年少不更事的歲月 現在想起來是苦是甜 是非還是喜